2 车 他来吧 谁想得到 我摸着他还是挺有感觉的 姿劳儿跟我打一下 没机会 B zm It's musical show time 有请中国好 第二季学员崔兰花丁克森 有请K歌之王主持人李晨隆重登场 现场以及电脑前的观众朋友们接叫 大家好我是李晨 感谢三星店主 作为中国好声音网络全程联合赞助伙伴 为本节目提供Galaxy Top 3超便携可通话平板电脑 三星Galaxy Top 3拒绝不可以 今天晚上希望大家动动手指 跟我们一起来拍翻天 正式开始进网的节目了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回来我们的《推歌之王》再次用掌声欢迎丁克森 崔兰花 同时呢我们也要欢迎我们现场所有的这些热爱音乐的朋友们 我们也看到很多大牌导师都坐在台下 来来我们看看有些谁 张慧妹也在 哎呀那边是 郑君 还有谁 谢霆锋也在 周星也在呢 那谢霆锋怎么没有跟周星坐在一起呢 那其实我们也刚从这个节目的这种激动的心情就是平复过来 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刚才节目当中的表现吗 我觉得还可以啊 我呢就是觉得是在开一个演唱会 因为第一次在体育馆里面 是 那么多人唱歌很爽 两个人应该都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舞台 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和提升 我们首先能来看一看崔兰花在这一句好声音当中的表现 风在哭 等我走到悬崖一处 发觉泪泪有温度 生命太短促 痛太清楚 才让你让我爱到不退路 再次感谢中国好声音独家汽车合作伙伴雪佛兰特鲁兹 表现有我特鲁兹 先背车 先升夺人 又是合作伙伴 又是对手 再一起合作 有没有什么想对萱萱说的 希望他在后面的比赛上 一定要表现得越来越好 希望他能走得更远 排练的时候会不会有抢说 你多唱两句 或者说不行不行 那我得表现一下 会不会那样 其实我跟萱萱 我们两个人排练的时候 从来没有说就是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我们俩都是就是 平时我们私下关系我们也特别好 就是说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就是老师分给我们 兰花你唱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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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了这个舞台 会不会觉得有点不甘心 有一点点不甘心吧 我觉得结果并不重要 我觉得就是 就是我跟萱萱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要跟萱萱PK 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没有 我就是把这首歌当成合唱来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唱出美感 问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你也看到了这个 兰花和萱萱的 整个的这样的演绎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 在你看来 谁比较出众一点 就我而言的话 就我而言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兰花在我身边 对 所以我觉得他刚才表演 应该会比较更好 所以你觉得 对对 因为刚才 我没有说萱萱不好 因为刚才兰花一直在我身边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个气场把我压到了 你知道吗 那其实在这个舞台上 虽然我觉得 已经直播 但是歌唱生涯 可能有更广阔的舞台 有没有什么一些遗憾 今天我们这个舞台 K歌之王的舞台 能帮您满足的 有一首歌 是我一直想在 那个中高好声音的舞台上唱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是 所以我想这首歌 今天在K歌之王 我想唱一首 你给我一首席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如鸣 被你从心底剥落的感情 真的不知怎么舍去 不要这场记忆 不要问我结局 心底都算出 脸上的笑容 早就很唯一 不再温柔的心 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失去 我一眼难尽 忍不住相信 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 你越越穷 明白你的决定 不敢命迁 你去搞违反自己 我 为了我自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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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吗 好听 还有 刚才其实呢 在这个兰花唱歌之前 我们所有现场的 这些明星导师们呢 他们都很自觉地 把椅子转了过去 然后在你开口没唱多久 他们就啪一拍 整个椅子就转回来 有一个拍得太激动 转了一圈 又转回去了 那我们这样 也来问一下 问一下 你冷静 冷静 张辉妹 张辉妹小姐 你冷静 他今天 穿这件衣服 你还敢抱他 你觉得兰花的歌 他的声音 能带给你什么 他唱到我心里去了 唱到我的心 我的心在颤抖 你声音也在颤抖 我控制不住 我看见他 哎呀 哎呀 唱得太好了 啊 是不是 太棒了 他本人也知道 那个 那个兰花也是朝鲜族的 对 那有没有什么一些 那个家乡的歌 今天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可以呀 唱一首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阿里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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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过来 你们 心里 都不得 所以 发病 难道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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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三星电子作为中国好声音 网络全程联合赞助伙伴 为本节目提供 Galaxy Top 3超便携可通话 平板电脑 三星Galaxy Top 3拒绝不可以 没错 那刚才呢 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好声音的学员呢 都有非常优异的表现 而且整个的比赛过程也是让我们很揪心 接下来呢 我们就特别要 现场连线一位好声音的学员 大家好我是姚贝娜 大家晚上熟 姚贝娜 其实刚才在这个节目当中大家看的也是非常的揪心 姚贝娜的整个的这个battle的过程啊 也是非常的激动人心 作为你的对手 然后呢同时也是在那首歌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小胖 跟他的合作跟大家聊一聊 我觉得小胖是一个非常非常勤奋的一个好的歌手 而且他天资非常好 就是他没有学过音乐 也不知道就是什么调性啊什么的 他当时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他也这么讲 然后但是他学的很快 他的模仿力很强 所以我很喜欢他 是一个很强大的对手 也是一个很好的队友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其实你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 听说就是我们也有看到有一些失误 是怎么怎么了 嗯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我也是要需要总结的 就是在台上面 可能容易或余的想的太多 放不下 有些就是之前的一些受的一些感官刺激吧 就是因为之前的选手 有很好的选手被批下来 然后我还没有太太镇定的就投入演唱 然后加上这首歌选的这个 嗯这个歌词嘛 因为当时我跟小胖也是很有感触的一首歌 是 因为这首歌的他的英文版的reflection 其实讲的就是内心的自己 哦 哦 和时才能让大家看得到 呃 节目结束之后看了一些网友的留言啊 他们可能会提到一点 就是呃 你有小小的失误 而小胖呢 发挥也算是平稳 但最后可能 那英老师选择了你 呃 大家都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你你你自己怎么看 呃 质疑的声音啊 我到后来的时候 我非常在小胖唱第二支的时候 我非常迅速的告诉自己 嗯 我不能再这样这样控制不好自己 要不然后面就完蛋了 嗯 所以我很很快的又把它给拉回来 调整了一下 呃我自己也挺也挺觉得我自己这一点还是很 虽然很冒险吧 但是我也挺佩服我自己这一点 那接下来姚美娜可能还会面临面临更多的挑战 也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把握 每一次为大家唱歌的机会好不好 呃我下次一定不哭了 好 加油加油 来我们谢谢姚美娜 谢谢 那当然今天我们聊到我们第二位嘉宾呢 丁克森 大家对于他也很了解 同时在今天晚上播出的中国好声音呢 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 看当时的月亮 一夜之间化作今天的阳光 回头看当时的月亮 成绩代表谁的心结局都一样 回头看 回头看当时的月亮 就是在我们看来 我觉得两个人表现都非常好啊 而且难分伯仲 那最后可能那英导师也是纠结了很久 呃可能选择了另一位 选择了你的对手 你的合作伙伴 呃会不会有一些遗憾 呃遗憾肯定是有的 就是等了好多年有这样一个舞台 是 然后唱两首歌就匆匆离开了 嗯 所以当时就忍不住了嘛 嗯 但是我当时也是 抱那英老师其实 那个镜头可能没接到 我跟他说了好多声谢谢 是 对 因为如果当时没有那英老师 跟汪汪老师转身 我很可能接下来还是在夜市去 卖东西为了生活 嗯 而奔波 对 然后接下来可能 可能又不知道等多少年才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对 所以当时真觉得就 啊 这么快离开了 嗯 其实就像是做了一个很短暂的 可能这个美梦 自己希望它能够不要醒 能够再做久一点 但是可能 呃 有的时候现实就是这样 其实能够给自己带来快乐 是很重要的 而且其实你也给很多人带来的快乐 包括啊 你分享了你的故事 分享了你的人生 分享了你的帽子和眼镜 呃 最近生意怎么样呀 生意这个 之前也有朋友问我 啊 从12号播了 播了之后 是 生意没有以前好 就是 没有以前好 只要我在那儿就都过去合影啊 聊天 是不是你提价了 没有 啊 没有吗 我刚才其实在 呃 舞台上看到你 在最后那三十秒的时候 有一点点的失控 因为你整个说话的音调啊 都已经开始提高 然后有点激动 有点颤抖的感觉 然后你喊了一句 你要玩摇滚 而且是那种很大的摇滚 一定要解释一下 因为 呃 经常有网友会说 我去好声音是为了卖帽子眼镜 是 我那真的是没办法 呃 所以真的是来卖 对 不是 我那真的是没办法 为了生存下去才去做那个 对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之前唱歌也得过亚军 啊 但是后来一直就发展不好 后来做了很多事情 哎呀 后来没办法才回去做那个 是是是 对 所以 但是我来真的是希望有一个机会 能够继续唱歌唱下去 没错 而且我自己也写歌 是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误会了 不是来卖帽子的 千万不要误会了 好吧 我们刚刚也提到 丁克森呢想要玩摇滚 而且呢要玩那种很大很噪的摇滚 今天 我们的K歌之王给你这个机会好不好 要不要摇起来 谢谢 带来说 Ricky was a young boy he had a heartless soul neel i to find a one he's big up to the mall oh to spare it out the school came from the angel town for that no which place so no one could take it down no he had no money no noku deho he was a threat a soldier and a find a world you know me now 18 a life you count it 18 a life you know your cry is tired and it's 18 a life to go 18 a life you count it 18 a life you know your cry is tired and it's 18 a life to go 18 a life to go oh an Easy Tuck really in his heartbeat He feels but ghastly He kept this motor on it But he never dealt me clear They say he loved the venture Ricky's a way to war He merely traveled And a kosher with a gun Bad back, shoot it raw The party never ends You can think you'll die When the party's your best friend And all 18 life you're killing 18 life you know Your cry is hard And it's 18 life to go 18 life you're killing 18 life you know Your cry is hard And it's 18 life to go Yeah If serious will happen Your hurry can say If I can sing shout to the wind Let's shout, build a child No I want to rock you Why do you scaring There will be a great voice You can do it And it's 18 life to go Eight in the life you know You cry is hard And it's 18 life to go 晒 And it's 18 life to go You're crying sad and it's hating life to go 谢谢 觉得谁可能会走得久一点 甚至说谁能拿到冠军 我觉得姚美娜应该拿四强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对没有问题 好的了 然后我觉得祝贺大哥也挺好的 如果说让我选的话 我希望萱萱能走得远一点 在我们看节目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一些网友 他们对你们的表现 都有一些自己的独特的观点 然后或者是有些问题 我们今天收集了一些 来看一下好不好 性感的土豆 当时的月亮的意境 是那种惆怅浅伤 却被猴磊丁克森唱得热血沸腾 这节目必须用好的唱歌吗 他们对你们这个唱歌的方式 有一些质疑 是一定要好吗 王菲老师以前唱当时的月亮 可能是那样一种心境 但是我们现在唱当时的月亮 可能是这样一种心境 不一样啊 对 那个当时 当时发生什么事情 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 所以每个心境不一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版本 其实我觉得挺好听的 好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呢 我们继续要考验两位一下 我们首先呢 要考验一下我们的催兰花 好不好 来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为你准备了 一首歌曲 然后呢 这首歌曲 大家也很熟悉 王菲的红豆 但是要用不同的感觉来唱 好不好 你先用催兰花的方式来唱一下 王菲版喔 王菲版喔 可能从此以后 学会珍惜天长和地球 同声 要是好 要是好 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想去离开 到有时候 会有什么 会有缺不求 独自走夜路 可是我有时候 一个人走在夜路 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 唱出鬼片的感觉来咯 能当风景都看透 最后一句 走夜路被雷劈 也许你会陪我看溪水 掌溜 这哪是被雷劈啊 这是被触电了的感觉 走夜路踩到电门了 感谢其他人 谢谢 谢谢 小伙呢 我们还有一个讨厌 在等着我们的丁克森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VCR 此时此刻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舞台上 多了一桌子的这个 看上去好像 这是很 这我地摊上同款的 对啊 这感觉好像是 你摆地摊的感觉 对啊 你挑一位 好不好 现场挑一位 觉得最应该改造的 是哪一位 那就你吧 好 给丁克森一些时间 考虑一下 怎么样帮他打造一下 那同时呢 我也这个小事一把牛刀 我们呢 帮兔女郎 也稍微的打造一下 女孩子呢 我觉得其实 在袖子这块 可以给她多一些的 流苏的感觉 我把它直接剪开 然后呢 做一些这样的 流苏的装扮 若隐若现的感觉 是 丁克森准备帮他 画点胸肌 还是怎么着 没有没有 就是让他 就是让别人觉得 就是能看到呢 又不能看到 因为他现在里面 穿着白T恤了 是是是 你把他的胸口 剪了两个洞 而且这两个洞 上下都不是很整齐 这是代表什么呢 对对 这样一种不对称的美嘛 啊 胸肌练歪了 我地堂上有眼镜 肯定弄一个 跟我那个红色差不多的 你带了下来吧 嗯 然后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 应该 应该出格一点 是不是 哦 不不 这个地方既然已经 有这个 这个神秘感在了 那我觉得换一种方式 记一下 哎 记一下 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这个耳罩挺好看的 是耳罩吧 对对 你确定你在打造他 还是在 还是在 呃 但是诚哥 你信吗 他这样出去 回头率绝对高 我 我 时间快到了 那随便拿一个吧 好嘞 就这个 随便拿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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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跟着你 打打酱油了 你现在看到是 2013年春夏 最新流行的 兔女郎款 各位可以看到 从上到下 所有的这些潮流服饰 都可以在 北京三里团 大理花园 NPC找到 谢谢 从今天我们 整个的 现场的气氛 也看得出来 其实不像 真的在 好声音的舞台上 那么的紧张 因为我们 多了一分 开心跟轻松 其实有的时候 分享音乐 就是应该这样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也 呃 在 街上 找到了 很多的朋友 他们对于 唱歌 有着自己的观念 我们来看一下 霸气 说到这个词 我们就会想到 很多很多 比如这些 这些 或者这些 呃 当然 有些 貌似属于霸气 侧漏 别以为你长得帅 我就不打你 因为真正的霸气 一定是一种 由内而外的震慑 声音是传递霸气的 独猛暗招 好的声音 必然会带给人 非同一番的享受 那么 在你眼里 哪些歌者身上 散发着 由内而外的霸气呢 麦可 阿代 专学友 周杰伦 韩虹 蔡依林 是以前的吧 我都比较喜欢以前的 现在的歌星 你怎么喜欢 黄丽红 我喜欢纳英 张慧妹啊 喜欢李宗盛 纳英的 现在的 现在的 好像 那个 哎 叫谁 还有 那个 就叫 就叫 就叫啥 我 我现在想不想 反鱼成性 王河 韩虹 好声音的 学员里 姚伪娜 姚伪娜 娜英吗 哎 对了 启文娜英 当然 霸气的歌者 必须得有一个霸气的舞台 那么 今年夏天 这么多的真人秀节目中 你认为 哪一档节目 最为霸气外露呢 中国好声音 还有最美和声吗 卖不开什么 最美什么和声什么 像快乐男生 中国好声音之类 一个新发现 刚起了 中国好声音 完美和声 快乐大本音 我要上春吧 星光大道 吴林峰 中国好声音挺棒的 中国好声音 好声音吧 动物世界 走进科学 新闻联播 它每天都在播嘛 通过街头民意调查 以及电视网络 等各路媒体的收视数据分析 本周 中国好声音 依然独占凹头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本周节目 关注度榜单 随着中国好声音 热度的持续升温 在纳英等四位导师的带领下 一些像姚贝娜这样 歌技霸气的学员 也脱颖而出人气爆棚 那么今天 我们K歌之王 节目组小分队 来到KTV 寻找最霸气的女歌王 你好 你好 打扰一下 我们是那个 SOP视频K歌之王节目组 做一个采访 你们今晚谁是麦棒 我 你来一首吗 来一首你比较会的 乌斯林大陆 从我来 帮着想想你 要你要我吧 想你将心相望着我 我没有你 我才要你 有什么可惜 金鲁八博 对对对对 好好中央 要让四方 来过 I'm a b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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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啊 Freezing love hello Only girl 还有我刚才唱哪个 杨宗伟啊 特别是神奇 能够唱到人在 就是唱到人的心里去 蔡依林和杨成林之类的 孟文威啊 王菲啊 然后男性的 像汪峰的一些歌 比较撒哑的 最近就是那热播 那中国好声音 里边那姚贝娜 我就很喜欢她 而且她唱那个 也许明天 听着非常爽 很有爆发力 如此难用 指引我们 想要的未来 不求你帮着忙 不见不见 别叫我吗 不见不上 我终于有感受 爱你 爱真的需要勇气 来面对流言蜚语 我们唱着我们的手 一起跳舞 今天别想爱我 今天别想爱我 又是一天 还有你 同时呢 我们也要感谢 酷子KTV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 只要你有一颗开心的心情 就可以去歌唱 那也感谢中国好声音 能够给我们所有热爱唱歌的朋友 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其实今天两位呢 也很开心 你们能够来到我们 K歌之王的节目 希望将来 不管在任何一个舞台上 你们的音乐道路都能够 越走越顺利 也要坚持自己心中的那个梦想 好不好 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 谢谢 同时呢 我们也要感谢 本节目的冠名商 我们要感谢 由三星电子冠名播出 感谢三星电子 作为中国好声音 网络的全程联合赞助伙伴 本节目呢 提供的Galaxy Top 3 超便携可通话平板电脑 三星Galaxy Top 3 拒绝不可以 今天节目结束 我们要给大家一个礼物 同时呢 也是有两位 共同携手演绎 可能在好声音舞台上 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今天 我们给你提供这个浪漫的舞台 谢谢 A man 月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 记得带着玫瑰 太多的爱怕碎 没人疼爱再美的人 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知道我爱了 你别那一身眼泪相对 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 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爱里沉醉 你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 你最珍贵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 你最珍贵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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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